这句话可谓是老生常谈 由于出门找厕所有些费劲 所以憋尿就成了家常面饭 大家都觉得不就憋个尿吗 还至于付出生命 通过刚才的接采 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对此都是不有疑问的 本来记者我也是不信的 直到我看到下面两条新闻之后 完全颠覆了我对憋尿的看法 中国新闻网曾报道 前几年家住四川的60岁老汉 周富国准备去外地与儿子过年团聚 却不幸猝死在途中 事后急诊科主任介绍 周大爷可能是憋尿时间长 突然上厕所松懈下来 脑神经系统当中的迷走神经 过于亢奋导致心率失常而猝死 此外第四军医大学 西京医院神经内科的教授 历秀初在一年的春节前 接诊了一名在超市购物 因为排队买单憋尿而引发的 大面积脑出血而猝死的老年女病人 我们知道变尿之后会使膀胱充盈 在生理和心理的作用下 会引起胶改神经的兴奋 那么胶改神经一旦兴奋了 就会使人的血压心率都会升高 心肌耗氧量增多 进而患有冠心病的病人 会出现心脚痛的症状 以及心率失常等症状 严重的可能会发生猝死 感谢观看